我,康康,在冲刷眼下做一个特殊技能,可以用自己弹奏的音乐治愈他人的伤痛。 由于村里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能力,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诫我,要做一个慷慨的人,积极地给村里人治病疗伤。 后来,当我长大了,我就开始每日奔波于各家各户之间,给大家看病。 可是,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忙,过久了,我也会觉得有点无聊。 这天,当我照例去陪伴孤单的老爷爷时,他突然罕见地开口问我, 你每次来都会盯着我墙上的照片看,你是不是也想去村外冒险,亲自看看这些美景? 我当然想,可爸爸妈妈告诉我要做个慷慨的人,我是村里唯一的音乐治疗师,我要是离开了,村里人怎么办啊? 不,孩子,你已经为大家付出很多了。 我很感谢你这份慷慨,所以我一定会支持你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的。 我相信大家也是这么想的。 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好。 你太慷慨了,我们真的希望能回报你。 去外面看看吧。 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吧。 走吧,就当是我们对你的回礼了。 在大家的秩序下,我终于决定踏上了这场充满未知的旅行。 走在梦幻般的花海里,古墓参天的雨林中,繁星璀璨的夜空下,空空忽然意识到,原来帮助别人,最终自己也可以收获这般的美好。 在空空做音乐治疗师的这些年来,她帮助了很多人,而令人欣慰的是,她的慷慨也得到了大家的感恩和回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